欢迎收看彩精Expresso 晚上好 我是嘉慎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马股走势 年底假期到来 股市焦头淡尽 马股成交量跌破了12亿股 全天跌了4.93点 以1629.59点闭市 在汇率方面 马币对美元即是徘徊 于1998年以来的低位跌至4.4780令吉 马币对新元则跌至3.0987令吉 接着有市场交易数据 外资今天竞卖了9,040万令吉 本地机构以及散户则分别买进了 8,483万令吉 以及557万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首先有一马发展公司YNDB的最新消息 YNDB已经自掏摇包付还了这一季到期的债券利息 今年初YNDB和这一批的债券联合担保机构 国际石油投资公司IP 为了谁该承担债券利息 而引发了一笔高达65亿美元或大约291令吉的款项 并且造成了YNDB面对债券违约的困境 后来在YNDB连事于4月和5月违约后 国际石油投资公司已经负责付还了债券利息 针对此事件 我国的第二财政部长拿督斯里佐哈里就表示 目前双方已经开始谈判 已决定将由哪一家公司负担债券利息 以解决当初的纠纷 接下来有发电业的最新进展 政府为了推动再生能源电力的发展 今天能源委员会一口气释出4项太阳能发电厂合约 总发电量是高达了159MW 德标的公司分别是国家能源、马拉科夫财团、成熔集团以及综合通运 而这几家的德标公司将分别在雪兰娥、霹雳和吉打建造4座的发电厂 最后有国家石油公司的最新消息 为了配合石油输出国组织OPPEI与其他产油国达成的减产协议 以减少世界石油过剩的问题 国油公司表示预计从2017年的1月起每日减少生产2万桶的原油 自产油国同意减产以来国际油价强力反弹 纽约2月的7油周二升了24美分 收市时报每桶53.30美元 周三亚洲盘中纽约油价继续上涨 报53.56美元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明天见 我们下期见 不兴